大家好 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今天要继续来解说魔宫之战的后半段 接续上集的内容 地球宫童虎艰辛雷战 最终唤醒灰火 化作凤凰回归涅槃 远处观望这一切的潘朵拉 正暗自嘲讽灰火的愚蠢 接着他便下令马车前往第六魔宫土星宫 还喃喃自语的说 那里有最顺从自己的忠犬 听到犬字 妖猫窃歇歇尔不自主的打了个冷战 马车才刚抵达不久 宫内就传来一阵猛兽的低吼声 潘朵拉大人还是放弃吧 喵 发出这种吼叫声的绝对不是正常人啊 放心 我也是一个歇斯底里的非正常人 而且那是我严格调教出来的爱犬 我不会这么轻易被他咬到的 两人走到大门前 看到天枯星巴连达因正在此地跪守 潘朵拉要他让开 自己有急事要找拉达曼迪斯 没想到直接遭到巴连达因的回绝 并表示在拉达曼迪斯战胜神血出关前 他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这扇门 潘朵拉听完有点不爽了 身为魔宫守护者 放着自己的木星宫不管跑来这看门就算了 竟然连他这冥王军最高统帅都不放在眼里 于是抬起大腿准备放送一波福利 巴连达因对着突如其来的举动感到有点心痒痒的 可下一秒竟然被潘朵拉一脚踩在头上 从未受过如此屈辱的巴连达因抓住潘杰的脚 并表示你敢张开大腿踩 我就敢睁开眼睛瞧 并要潘杰别再继续践踏他奉为主人的拉达曼迪斯的尊严 什么狗不狗的他刚刚都听得一清二楚 潘朵拉见大腿这招没用 弯下身来顶着外扩的长辈说道 既然拉达曼迪斯没教好自己的狗 那就由他来调教 说罢 潘杰使出一招皇家毒液 垫得八连达因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哀嚎 不过咱们小巴可不是软柿子那么好欺负 瞬间一个暴戚就将潘杰震退了好几步 对他来说就算自己的老木被人问候了都无所谓 但嘲笑拉达曼迪斯是狗就踩到他的底线了 拉达曼迪斯在小巴的心中不仅仅是强者的代表 为了祖军就连心脏都可以掏出来 战场和祖军对他而言 都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自己自幼便追随了拉达曼迪斯 他的一切努力小巴全看在眼里 这样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狗 没有人能吞下这口气 由于八连达因小宇宙不断的高涨 引来了不少阴身女妖 不过潘朵拉也没再怕的 直接怼了回去说道 你们这些魔性的命本来就是冥王哈迪斯给的 身为哈迪斯的姐姐 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呢 混蛋你这个执迷不误的臭女人 八连达因骂完后直接开出大招甜蜜巧克力 你没听错这招的原文真的叫Sweet Chocolate 只不过中招者就没这么甜蜜了 生命和灵魂都会被这些贪婪的阴生女药当点心吃掉 接着八连达因也趁机表态 自己和拉达曼迪斯都不会再是潘姐的狗了 他们都将以魔攻守护者的身份侍奉亚伦 前面没看的朋友我在这里稍作解释一下 目前冥王军已经分裂成两个派系 一派是以潘朵拉为首 支持冥王哈迪斯的挺王派 另一派是像灰火这样 明知亚伦冒用冥王之名 还支持他救赎理念的挺伦派 不过八连达因有点小看的潘姐的战斗力 听到小巴表态挺伦后 潘姐认为他已经连调教的价值都没有了 举起长矛 一个电极再度将小巴打趴在地 看到这幕我其实有点怀疑人生 八连达因再怎么说 都是拉达曼迪斯称为左右手的男人 可这战斗力好像跟这称号配不上 就在潘朵拉举枪要给小巴最后一击时 门内咆哮声再度传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 翼龙破门而出 只见拉达曼迪斯单手抱着头盔霸气走来 脸上已没有因神血不相容 带来的痛苦表情 你们刚刚谈论什么狗呢 我都听到了八连达因 你对我的忠诚 还有我要挺谁我心里很清楚 你先退下 由我来喊潘朵拉说吧 听到上司这么说 八连达因仿佛吃了颗定心丸 眼前这女人曾害拉达曼迪斯身受重伤 而且又独断地让西路费都等人 却胜育白白地送死 最不可原谅的是还敢骂人是狗 反正现在冥王也不在了 如果换成亚伦当政的话 一定能给自己主子一个最适合她的战场 现在就是谋反的最佳时机了 哼 都已经到现在这样地步了 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就由我这拳头来告诉你吧 拉达曼迪斯握紧拳头 一步步朝潘朵拉逼近 可下一秒竟然一拳贯穿了 巴连达因的身体 就在巴连达因一脸狐疑的时候 竟然看到拉达曼迪斯对潘朵拉下跪 请求他原谅自己手下的无礼 潘姐健壮立马又敞开大腿 送一波福利给拉达 哼哼 今后你还是要当一条忠心的狗 继续侍奉我和哈迪斯大人啊 巴连达因的内心开始崩溃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偶像被当成狗 还这样卑躬屈膝 认为一定是拉达曼迪斯闭关太久 才会被这区区的大腿给迷惑 没想到拉达很坚定地告诉小巴 想明王军献上性命 才是真正的忠诚 巴连达因这下终于搞懂了 原来拉达一开始就是挺王的 不是挺伦的 自己擅自揣摩错了主子的心思 才是真正的该死 但他依然不希望主子未来前进的路被人玷污 于是打算用最后一口气除掉眼前这女人 拉达曼迪斯早已看出他的心思 将能量聚集在手掌 毫不留情地发出一招最大警戒 等烟尘全部散去后 眼前的巴连达因已是奄奄一袭 名医残破不堪 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他 临死前请求拉达曼迪斯 直到死都要以名斗士的身份继续统治他们 说完就此撒手人寰 这段剧情在网路上都给小巴很高的评价 说什么他最忠诚啊 死了还心系主人之类的 但大家也知道 我不唱反调的话心里就会很难受啊 站在拉达曼迪斯的角度来讲 我要做什么选择 难道还需要部下来教吗 自己追随哈迪斯 就好像生命追求太阳一样 没有善恶也没有情理 跟随自己这么久的小巴竟然无法了解他的内心 拉达曼迪斯也只能遗憾的跟他说句有别了 处理完背叛者 三人准备动身前往亚伦的魔宫 此时突然有人不讲武德 一发流星拳偷袭而来 拉达曼迪斯赶紧用双翼护助潘朵拉 果然来者就是闯攻的天马 杀下雷古勒斯 可能大家会觉得疑问 这三人上级不才通过第三弓地球弓 难不成也跟超级玛利欧一样 找到可以跳关的水管吗 这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整个魔宫之战的战况 第一弓水星弓 摇马跟儿子相认 纯聊天没打架就通过 第二弓金星弓 史昂留下来断后打败路尼 目前正赶去跟众人会合 第三弓地球弓 铜虎留下来断后打败灰火 一样正往下一弓前进 第四弓火星弓 就是最先开打的那场 双子座的兄弟之战 最后回归雅典娜军的 阿斯普洛斯被摇马打败 所以目前是无人弓 可轻易的通关 第五弓木星弓 守观者就是跑到土星弓顾门 刚刚被杀的八连达鹰 所以天马三人 才一口气直接来到第六弓 眼下形成了三对三的局面 而且每个人 似乎都已经找好了对手啊 雅典娜 你真是个土有虚名的战争女神呢 还是让我来调教你 在战场上制胜的方法吧 天马座啊 我没忘记在加米尔受到的屈辱 这次就来做个了结吧 喵 窃希尔 原来你这家伙还没死啊 想到要跟你这弱鸡交手 我还真的有点于心不忍 看哪你才弱鸡 你全家都弱鸡 此时 拉达曼迪斯只不过往前站了一步 那强大的气场 几乎快要令天马喘不过气来 不过小狮子雷骨勒斯也是不甘示弱 恶狠狠的瞪着拉达 就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 潘朵拉一声令下 拉达曼迪斯立即发出一记翼龙咆哮 强劲的冲击力 直接将天马跟小狮子正飞 粘到了墙上 可就在潘姐歇斯底里的大笑之时 突然发现从瓦力堆中 闪耀出金色的光芒 仔细一看 竟然是披上雅典娜圣衣的莎夏 最后能在阵场上取胜的是我阵阵女神 眼见情势扭转过来 天马跟小狮子瞬间又来劲了 嘿嘿 我们是不会输给那般家伙的 不过天马才高兴没几秒 莎夏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跪了下来 潘朵拉这才想到 莎夏的小宇宙早已被封印 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小丫头 所以圣衣对她来说 只是件笨重的护甲 接着竟然一脚往莎夏的脸上踢了过去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潘朵拉这卑劣的行为 已经让天马看不下去 随即和小狮子联手发动合体剂 闪电离子的流星拳 准备打爆潘朵拉的衣服 但一旁的拉达曼迪斯 仅用一招翼龙的语音 就瞬间化解两人的攻势 而且最糟糕的情况也发生了 由于拉达曼迪斯阻挠的关系 天马二人与夏夏的距离被拉开 现在几方主帅反而弱入敌政孤立无援 没想到无能的你 连部下也是如此的无能啊 说吧 皇家毒液再次清洗沙夏的身体 沙夏发出痛苦的惨叫 还真是脆弱的东西呢 到头来你也只是个 被圣战洪流吞噬的人类小丫头罢了 正当潘杰走过去 要将沙夏刺成串烧时 突然发现从失去小宇宙的沙夏身上 微弱的萌生出一股力量 那就是圣斗士最强的防御技能 对话视窗 对话视窗的奥妙之处 在于他随手可使出 一旦对话开启 即使对手已经发出最后一集 都必须暂停所有动作加入对话 如果对话中还出现回忆画面 又会让对手造成debuff的负面效果 真不愧为圣斗士七大奥义之手 陷入回忆的潘朵拉 想起年幼时充满爱的日子 他多么希望 自己也有个像天马一样活泼的弟弟 但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的世界突然就变成灰色了 此时在远处有一双邪恶的眼睛 正注视着这一切 场景再度回到现实 受到debuff的影响 潘姐有点慌了手脚 圣斗士的回忆杀果然厉害 原来灰火就是被这招给干掉的 潘朵拉大人 我没事拉达曼迪斯 我不会让任何人出手 我一定要亲自解决他们 虽然潘姐那张嘴脸 还是一样得理不饶人 但天马看到她的表情 已经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 原来你就是帕蒂塔的儿子天马 你想干什么 我对大腿没兴趣的 你是在怕什么小朋友 小时候我还帮你洗过好几次澡呢 你全身上下早就被我看光了 你和帕蒂塔过的是到处流浪的日子吧 对啊 不管日子过得多辛苦 妈妈也没有去风俗店上班 一个人辛苦把我拉拔大 只为了让我能够安心的生活 听完这番话 潘朵拉也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她坦承在天马出生时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得知母亲也怀孕后 更是觉得整个世界都闪闪发光 她不时都梦到所有人一起快乐生活的日子 可是那个女人却将这一切都夺走了 说到此处潘姐竟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表情 场景回到哈迪斯出生的那天 所有人在城堡内四处寻找 都遍寻不到哈迪斯的踪影 就连帕蒂塔一家人也消失无踪 双子神更是刻意引导潘朵拉 帕蒂塔这一家人身上有着树敌圣斗士的小宇宙 一定是他们将哈迪斯绑架走的 年幼无知的潘朵拉于是下令 要将这一家人找出来 连同小孩都一起碎尸万段 就是从那天开始 她的世界才变成灰色的 等等啊 潘朵拉 夺走哈迪斯的不是我妈妈 而是 嘿嘿嘿 没错 元凶不是妈妈 是爸爸才对啊 一直在远处观望的姚马突然现身 从背后抱住潘朵拉 双手还不停地在她长辈上问候 等一下 你马的你的手指到底伸进了什么地方啊 姚马的出现无情地说出当年真相 就是她将哈迪斯给偷偷抱走 导致潘朵拉在不知情下 一时愤怒杀死了这个 自己视为亲人的帕蒂塔 为了给潘朵拉更大的打击 姚马还利用时间回溯的能力 将已死的帕蒂塔再次带回到这个世界 停手啊 我已经不想再接受另一个事实了 潘朵拉小姐 请你不要再说什么不想知道这种事 因为不管如何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啊 帕蒂塔的出现让潘朵拉彻底的崩溃 身为众神棋子的她 总是被神所利用 圣战以来被愚弄得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潘朵拉 因此她不知道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 所见的只是一片灰色 帕蒂塔突然一把从后面抱住潘朵拉 她可怜这冥王军女干部的宿命 原来是这么的不幸 被神利用就算了 还要被作者利用常常发送福利给观众 并努力的想将自己的关怀传递给潘朵拉 可就在潘朵拉终于卸下心房之际 帕蒂塔竟然无情的给她一技重创 让她从天堂一下子坠落到地狱 就连敌对阵营的圣斗士们都不齿这种行为 只有摇马一人哈哈大笑 并说这才只是这场戏的第一幕而已 随即一团黑色小宇宙如漩涡般将天马包围 等到漩涡散去后 天马发现自己已经被转移到第七魔宫天王星宫 手工的鸣斗士缓缓地从柱子后面走出来 结果竟然是天马的母亲帕蒂塔 今天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边 下集将揭开天马母子相产的真相 以及小狮子不为人知的过往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